这个礼拜感觉其实挺不错的 因为动作上做了一些调整 然后之前几个月的一个低迷的状态 从这个状态中走出来了 然后这个球场也是我熟悉的球场 打过了我打过SBC 所以对这几期的还是有点信心的 现在状态怎么说呢 我觉得我的这个推杆跟这个推杆 是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然后希望我的短杆能够跟得上 然后把这些成绩可以打得出来 年初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局 然后呢因为中间有段时间是 去打了一些很多其他的比赛 然后没有包括去考考试啊 日本巡回赛的考试 很多时候就是很多比赛就没有参加到 所以呢到现在处在一个比较 怎么说呢这个尴尬的位置 因为是前60名嘛 我现在排了59位 所以接下来的几场比赛就是要非常重要 能够往前打往前考 然后多赚一点钱 把这个奖金宝贵给够入好 这一年的这个表现我觉得是 也是可选何点 因为很多好的比赛打出来了 然后坏的比赛 确实也打得是挺差的 就包括前段时间这个 宝马的这个打十赛跟这个 灰封关键赛两个都打得非常差 但是就是说看到了一些好的一些 因为动作这种东西一直在进步着 然后我觉得现在这个状态来说的话 跟我的年初的时候可以说是比较相似的 我们家